大家好,我是邦邦 今天天气不错 我又来挖风了 风窝都在这边 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风窝旁边了 在这里,风窝在这里 梦口在这里 现在我简单把这位的杂草清理一下 然后方便我们工作 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风窝门口了 刚才我简单清理一下那个杂草 现在我准备要挖了这个风 这水太硬了 能一点一点,慢慢挖 太急了,挖不下去了 我们现在等蜜蜂进去一下先 因为太多了,等下 我们挖那个土会压洗蜜蜂 现在蜜蜂进去的差不多了 我们继续挖它 这个蜂窝估计是在上面这里一点 在土坡高一点的 如果挖错方向,我们又白白做很多工 等一下蜜蜂进去 太多蜜蜂出来了 挖风挖到这种时候呢 准备到蜂窝里面的时候 蜜蜂一般都是很松的 太乱了,现在他们在这里 等一下他们安静一下 准备见到蜂窝了 老蜂巢 非常的漂亮 我们再挖前土点,就革命 我们刚才从我脚边这里一直挖过来 挖了差不多一个多钟 现在的手辣辣的 现在已经 把它的真面目给暴露出来了 我们就等着要割蜜就是了 这个是,也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那个老巢呢 你看看这种油黑油黑的这种东西 密封爬了,爬了好久才能出这种效果 一般挖蜂人都懂 我们马上割蜜 我看看有多少货 这个蜂巢的自己已经掉出来了 刚才挖的就震动太大,估计啊 一半有蜜,一半被他们吃掉了 如果再过过百叶 这片它也会全部除完蜜了 现在 现在的蜜还是有点少 不过也可以啦 哦,这一片有一半是蜂蜜 一半是蜂蜜 这蜂蜜 很老了,黑黑的了 你看 这老蜂蜜 不知道哪个潮带流下来的 也像蜂蜜,都是这样的 这种老巢 这个是一半空的 一半有蜜的 你看 非常漂亮的蜜 老蜂蜜的话 这个蜂蜜一般都是比较脆的 用手一掰它就掉下来了 是蜂蜜快的掉 这片也不错 是蛮大片的 没有规则可言的啊 因为这个风洞在里面 都是不规则的 所以它只能依着那个风洞是什么样子的 它这里面它有什么空间 它就照出什么样子来的 嗯,这一片 也是有点密的 把这个蜂蜜跟那个蜂蜜 分离开来啊 我们不能把蜂蜜带回去 这老蜜 这颜色这样子 我们看看里面的蜜是怎么样的 晶莹剔透 非常的漂亮 这一片大一点 对 让你看一下啊 如果带这个蜂蜂巢一起嚼着吃的话 那味道更爽 现在我们起完这一片之后 发现这个框已经装不下了 太满了 里面还有几片 刚才我已经看了一下 估计已经够他们过冬了 所以说我今天就请那么多算了 我们等一下把这个蜂蜂放回去 把洞口封好了就行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好帅的